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若搭的摊位展出不同主题 对应不同使用族群 从伺服器到旗舰机壳 还有形象概念款的机壳 我们马上来看看 大家好 我是银广的行销人员Ginger 今天很开心在Computex展上 与大家见面 也很开心Enterbox来到今天银广的摊位 让我能够跟大家一起见面 那我们银广是在1985年成立的 成立之后我们一直很专就于 在机壳的品质与记住上面 近年来呢我们也研发 我们也持续的研发了 许多不同款项不同系列的机壳 还有我们的风扇跟我们的PSU 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ITX的机壳呢 就是我们的A1 Plus 那这台A1 Plus它除了就是 是迷你的机壳之外呢 它还支援了无线充电哦 所以你只需要把你的手机放到上面 这个Q安充电模式它就可以充电了 这次我们的9系列呢 一样延成了我们9系列对品质的坚持哦 那我们在9系列除了一样用4mm的铝呢 去做一体式的折弯之外呢 我们在前面的部分呢 也多了ARGB跟OLED的模式 供玩家做不同方面的选择哦 那在ARGB前面的可编程系列呢 我们这个灯光的效果 其实是可以跟侧边的风扇 还有侧边的灯光效果做结合的 那在OLED的模式呢 它除了可以放上自己喜欢的文字图片 或者动画之外呢 它还可以检视内部的功能哦 那在905系列它的侧边除了多了散热的盖板之外 我们还多了另外一个很特别的功能 就是希望我们的玩家 在更换内置系统的时候 不要这么麻烦的用螺丝哦 那这个功能是一键式的按压 侧板就可以轻易的取下哦 如现在这样的样子 那大家可以看到呢 就算侧板呢 按压之后 就算侧板按压之后呢 它其实也会卡在这个凹槽里面 所以呢 这样子的方式是让玩家 就算它的手速没有很快 也不用太过担心 这个强化玻璃会掉下来 ARGB跟前面OLED的功能呢 它在侧边的按压键呢 其实是可以更改前面的灯效的哦 那在这个下面还有一个滤网 可以让我们有防尘过滤 所以我们的灰尘 并不会掉到我们系统里面的配件上面 那在下面这个地方呢 其实它也是一个散热的功能 可以帮助我们的散热系统优化哦 这个905系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呢 我们在前面的这个logo 这个灯板下面呢 我们有做了15道的喜功哦 那这个15道喜功是师傅一刀一刀的 这样子刻画上去的哦 机器这样子跑 所以这个15道喜功它的完成度 其实是很困难的 这也是我们银广对我们的外形 很讲究的一个 可以看出来的一个特点 在今年的CS展区上面 我相信大家已经看过我们的928了 就是我们的Super Tower 那在Super Tower里面呢 我们可以搭载了14×14 限量500篇Intel合作的主机版 那今年呢 我们在电脑展上面呢 展出了928的缩小版925系列 那925它出了两个颜色 那它除了外观上跟928是一样之外 其实它们最大的差别之处 就是主机版的容量 在925里面呢 它其实可以搭载 最大可以搭载12到12×13的EATX的主机版 那其他的部分呢 其实它我们是保留了928阳钢 然后设计感十足的外观 然后放到我们925上面 今年呢 银广做了很多与往年不同的挑战跟突破 首先呢 我们看到了 今年是我们的2019年形象机 勇 大家看这个勇的名字啊 跟我们的机壳其实是形容的非常的贴切哦 那这个勇的设计灵感来源呢 就是我们的设计师 他在观察这个蝶勇 拖勇而出那一刹那的生命力 他感受到了这样子的生命力之后 他有了启发跟灵感 于是将这样的生命力的注入在艺术里面 跟我们的机壳做了一个巧妙的结合 那这个勇呢 它有三大特色 第一个特色它就是有精形态 我们呢不再追求科技感线条 我们希望能够遵循着这个自然界的自己的线条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哦 在这个勇上面呢 的线条感并没有像科技那么的俐落哦 它是有自己的规则跟自己的规范 第二个呢 我们是采用衍生式的设计 也就是说我们的每一个现场的勇呢 都会与众不同 等一下我可以带大家去看一下 这个现场的每一颗勇 第三个我们使用的是呢 3D高科技的裂印技术哦 我们采用的是一个很特别的材质叫做光一化树脂呢 我们为了要把这个勇的立体感体现出来 所以我们采用了这样子的一个技术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的每一个勇呢 其实它的造型都是独一无二的哦 那其实呢我们的设计师呢 他想要表达的就是呢 每一个生命都没有一个生命是完美的 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特别之处 于是他把这样的精神体现在我们的勇系列上面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勇的设计呢 每一个都会很特别 那之后我们出的限量版发行的勇系列机壳呢 每一个机壳也都只有一个哦 那在每一个机壳上面他都会有自己的special ID 那么他也是全球限量发行的 那么它也是全球限量发行的 那这个勇呢 我刚刚除了讲到它外面的材质呢 是使用光一化树脂的3D高科技裂印技术之外 它的内板的框架跟它下板的底盘呢 都是使用我们的铝的材质在制作它的 所以它其实制作起来是相当的费工哦 我们的师傅呢他要自己去把这个 这个勇的框架去磨平然后再上漆 我们引广注入了很多的生命令跟想象力在我们的机壳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我后面的这个展区呢 是我们的Alice系列的机壳 今年呢我们设计的这个Alice系列 它的灵感来源就是爱丽丝梦游仙境 Alice and the Wonderland 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里的Alice它其实都每一个非常的活泼的个性哦 我们希望呢机壳不再只是机壳 它可以成为居家摆饰配件的一个部分 融入你的家庭家里的室内设计里面 那其实呢在这个Alice的系列机壳里面呢 我们把机壳动得很轻量化又很耐用哦 所以其实这个机壳它其实拿起来是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轻 那外面的布料方面呢 我们也有提之后也将提供很多客制化的选择 但是其实大家不用太过担心我们的散热系统哦 因为在这个已经组装好的机壳里面呢 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它是用直立式的风道 我们的主机板垂直安装IO在上面 所以我们的理线呢也是非常的简易哦 那下面这里呢也可以装置三个风扇 所以其实它在通风的方面呢也是非常的良好的 但是这德鲁的방 sakur 还是掌握你的船 还有最大的问题 这里面的课程